我们还没死 书院还没我 哭什么哭 哭出来也好 至少 他以后不会因此而异认 你已尽情 我要再哭 这是书院生死存亡的时刻 两位书院强者与灌主在雪街一战 最终还是败给了灌主 再也无法阻拦灌主的角度 现在人间没有了夫子柯浩然 灌主就是人间最高绝的山 即便是天下无敌的他 也不愿意和书院两位强者生死相见 因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还会有无数的可能性发生 老师一直教导我 活着就是为了追求快乐和平静 而如果能够杀死 我一定非常快 你们能有此心 可惜没这个机会 我到都城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为了混争 我知道宁区是拿着镇眼处的人 我只要找到他 一切就便结束了 二人虽然还有最后的倔强 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终究还是那么的脆弱无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灌主的背影消失在风雪之中 然而此刻的精神阵依旧没有修复 宁区仍是在不断地想着 那个可以调动人间之力的字 在他写下无数个二字神符之后 无意间将二字交叉 出现一个形似刀剑相交 一指割草无声的字 这个字念作意 这是他误出的第二道神符 灌主进城了 感受到了 看来只有精神阵可以阻挡他了 我已经误出了一字符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老师曾经看到的那个字 但是至少可以帮我们修复精神阵 此刻灌主一定很想要找到你 他害你 就只能修复精神阵 想得美 宁区带着珊珊又跑了一遍 精神阵各处堵塞的地方 而且灌主也在不断地使用无惧寻找他 几次都是与他前脚走后脚道 他们也感知到了灌主的气息 也离他们越来越近 这次宁缺才意识到堵塞的每一处 都是他曾经待过的地方 这时他才终于反应过来 老笔斋 红袖招 德胜巨 公主府 春风亭 眼灵狐 我终于知道 是谁在破坏精神阵 难道是 丧丧 其实我早就有想过 只是我自己一直不愿意成为 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这就是症结的所在 何明迟不可能破坏精神阵 到了此时 宁缺一直逃避的那个想法 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 桑桑虽然是浩天的一部分 其实他就是代表浩天 夫子建造这座阵就是为他而准备 而何明迟说白了 他是一个能接近浩天的凡人 他能破坏这座阵 就是随着浩天的影子 在受到浩天神时指引下才进行的破坏 那你想怎么做 朕 过往 只有把他留在都城的所有气息和痕迹 全部占据 我们才有机会 让精神阵完全修复 珊珊看着宁缺的神情 心里也开始觉得酸楚起来 接下来就是江夜最虐心的一段 就连小编写着文案 都觉得有些意难平 宁缺想着他和桑桑的过往 前尘往事恍若隔世 在脑中时影时现 眼睛已经开始微红 他带着珊珊首先来到的是曾大学师傅 感受着桑桑留下的气息 仿佛感觉桑桑依旧还在 仿佛那个爱笑的桑桑 还在他的眼前 虽然他的心中很是不舍 但是他今天仍要向他挥刀 斩去他与桑桑的这些过往 宁缺一路不停地挥刀 斩遍了桑桑待过的每一个地方 向着桑桑留下的每道气息展望 每一道挥下便是一道一字符 随着宁缺一刀刀的挥下 精神阵的堵塞也在渐渐地疏通 最后一处 却是他与桑桑的第一个家劳比债 这里桑桑留下的气息最多 也是他挥刀最多的地方 而他与桑桑的过往 也被逐渐地全部斩去 而精神阵在这时也已彻底修复 就在此时 灌主的身影已经来到了 直到现在 我才明白一切的问题 可惜已经晚了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成口舌只能非君子所为